为了兼顾航空业营运 指挥中心先前跟民航局制定了相关规范 准许从外战反国的机组人员 检疫天数跟一般人不一样可以缩短 一般人14天 他们可以缩短为3天到5天 没有想到最近却有长荣航空的空服员 回到台湾之后无视防疫规定 在居家检疫期间外出去活动了 不但是跑去上课 跑去打球 甚至聚餐 还在公司调查期间 提供疑似假日期的照片规避调查 最后这名空服员遭到长荣航空给开除了 但是类似状况竟然还不只有他这一个 桃园空服员职业工会证实 的确有其他零星个案 那么也有其他员工透露了 他们陆续收到有空服员 因为违反防疫规定而被开除的公告 疫情期间在第一线的空服员 更要谨慎防疫 不料现在去传出长荣航空有空服员 从外战返台 没有遵守居家检疫规定 还到处爬爬噪甚至po网打卡 民众检举这名空服员在10月底 11月初时从外战返台后 应该要执行5天的居家检疫 但他却到学校上课 打球甚至参加聚餐 被抓包的第一时间还没有说实话 他第一时间没有完整清楚的答复公司 前公司通常都是 一开始是发公告的时候会击大过 那因为这个案例稍微严重一点 所以公司有寄出名字的处分 这名空服员疑似提供 日期造假的照片 居家检疫期间还规避关怀电话 长榮航空还因此开人事评议会 进行调查 最后因为他情节严重 决定免职处分 其实指挥中心为了兼顾航空营运 日前针对空服员的防疫规定 有设定专案处理 缩短居家检疫的时间 如果是当日往返航班 空服员只需要自主健康管理 而过夜航班前舱空服员 需要居家检疫三天 后舱也只需要五天 如今证明空服员违反防疫规定 遭免职 后续指挥中心会不会再对他开罚 基础人员就是变成一般民众的身份 那我们就会开立居家检疫书 那如果期间再违法的话 我们就会依传病防治法来做处罚 日前也有其他航空公司 传出两名空服员违反居家检疫 一人一事的规定 遭公司寄过处分 如今再报空服员违规 引起轩然大波 全球疫情升温之际 航空业防疫规定 势必得更加严谨 接纵报道 遭到行政院长苏贞昌点名 很支持政府莱猪政策的 屏东性供肉品 在脸书发了声明澄清 他们绝对不用莱猪 也被视为是在打脸苏贞昌 没有想到隔天 屏东县府消防局 还真的上门来进行消防安检 揪出了六项疏师 时间点太过巧合 也被质疑这难道是来查水表的吗 对此县府出面澄清 强盗就是两年一次进行的例行安检 绝对不是政治介入 屏东消防局来到性供肉品 进行消防安检 揪出六项疏师 但时间点太敏感 也让外界质疑 难道是县府来查水表 这个时间点 不管假设有任何的 任何的事情 我觉得应该都会 都会比较敏感一点点 现在已经很明显变成 比较政治的色彩了 性供肉品发公告澄清 绝对不用美国莱猪 被视为打脸新政院长苏贞昌 事隔一天消防局就上门进行安检 业者脸书也出现质疑声浪 网友酸 信公董事长是国民党中常委 出来护主 还说没有苏院长 房朱温领导口题一拔针 猪肉能外销吗 暗讽业者不成才 但信公小编成亲 肉品早在1998年就外销日本 随后网友又酸 那是前董事长的功劳 遭小编反驳 现任董事长才是开国元老 两度po文打脸网友 109年的11月27号 他来主动申报安全设备的检修 1999虽然也刚好在 昨天早上提出检举 但是这是两个事情 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发生 却被拿来犯真之话 而消防安检引发茶水表风波 屏隆县府拿出书面资料澄清 强调这是两年一度的消防检查 业者主动申请并非政治介入 不管是谁举报的人也好 或是刻意带风向球 这个都非常的遏制 但莱猪议题 烧进屏东县府 消防单位被抹黑 也让潘孟安怒轰 可恶 要网友别把政治脏水 泼向无辜公务员 记者苏世伟 评论莫老 屏东县工肉品公司 表态反莱猪 那么因为县工老板杨木仁 他本身还有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 昨天在党中央中常委上 就有党内同志警告县工老板 可千万要小心不要被查水表了 还提醒他要注意 两大潜在风险 没有想到吵得是在同一天 屏东县政府还真的 派了消防局前来查水表 这让国民党讽刺的说 现在老百姓还真的是 顺苏者昌 逆苏者就要被查 顺苏者昌 逆苏者昌 国民党立委这话说得好酸 因为就在信公发出声明 表态反莱猪 而且没跟行政院长苏贞昌讨论过 莱猪议题之后 屏东县消防局一天两次上门关切 星期三信公老板杨柏仁 才在视讯访问中说 应该不会被查水表 结果同一天就被登门拜访 不管是检举或是因为他需要要查查 我们都看到屏东县政府真是有极高的效率 请不要把正常的消防安全检查 去做政治的操作 我们非常辛苦的消防人员不服务政治 屏东县澄清两年一次的消防检查 早就排定行程 并不是政治操作 出示公文是信公在11月27号 主动提出例行的检修申报 从下游皇家传承到中游的加热湖到上游这个信公 你们到底想要把台湾的这个产业搞到什么地步 苏院长我们可能要去庙里面走一走 如果说苏贞昌很厉害 很会超网军很会算 那不可能会算到让自己走到这一步吗 那例行公事就要去做 那今天该去检查的不去检查 这样的政府才会被骂到爆掉 从牛肉面店用来牛乌龙 到信公肉品被支持政府 业者都很巧合的被民众关切 公家单位上门 不免让外界有诸多联想 记者叶贤林明佳台北从道 今年7月份台中盛堂跟九副中医诊所 向中药商新龙药业公司购买了 含有千珠沙参入的中药 还标榜是独门秘方 导致台中市议会前议长张鸿云一家四口 包括他现任议员的儿子张彦彤等 38名患者全部牵中毒 台中地检署依照卫照文书 违反药事法等罪 起诉了新龙公司 盛堂还有九副诊所三名负责人 卫生局除了重罚两家诊所之外 还会召开医师承接委员会 最终可以废止医师证明 走的部分打到后来 已经完全没地方打 国民党前台中市党部主委陈明正 他的老婆之前因为到盛堂中医 调理身体 没有想到却因为牵中毒 现在每三天就要打一次排毒针 几个月下来 整只手臂已经打到没有地方可以打 还得打在关节上 让做丈夫的好心疼 痛骂盛堂中医一定会有报应 你如果一再的摧尾责任 企图选择 我总讲你会有报应的 陈明正说 事发后盛堂中医还紧急用宅鸡变 回收有问题的中药企图掩盖罪症 十分可恶 而盛堂中医和九副中医诊所 涉嫌将禁止入药的朱砂 加进中药内 标榜独门秘方 让患者自费购买服用 导致包括台中市医会前议长张宏年 和儿子现任议员张彦彤等 三十八位患者牵中毒 其中年纪最小的受害者 五到五岁 这些医生敢用这些禁药 一定有相当的准备 真的没办法第一时间抓到他 至少我们要让他倍感压力 台中市卫生局 依法重罚 盛堂和九副中医诊所 五十万和三十万元 勒令停业两个月和一个月 还将会召开医师承接委员会 最终可以废止医师证书 而台中地检署也依未造文书 违反药事法等罪 对新龙公司盛堂九副中医诊所 三名负责人提起拱诉 接下来王东山 台中报道 台北市明伦社宅 四十四平三房型 月租金要四万元引发争议 台北市长柯文哲前一天说 不希望社会住宅整栋兜住穷人 也被批评是不是失眼了呢 晚间更在脸书上发文回唱 说自己主要是想要借由各种房型 让多元族群都能够入住 还回唱柯黑们 你们就继续抄一把 那我就继续抄盖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刘淑慧更踢爆 先前原本租金设定评价 质疑这是故意要调涨排挤穷人的 对此柯P今天早上再次清伤火线澄清 是照顾需要的人 也不要引起社区反抗 不希望社会住宅变成了抽乐透 抽到就赚到 而被问到柯黑大举出征 柯文哲也大酸 前行政院发言人丁一鸣 不是已经走了吗 我是不希望说社会住宅变成抽乐透 抽到你就赚到 价钱差这么多 清伤火线回应正义 明论社宅44平三房型月租金4万元IP 柯文哲前一天这句话 反而遭受抨击 柯P二号晚间发脸书 说自己要借各房型让多元族群入住 混居去标签化和歧视 反向柯黑产业动起来 你们继续抄议 我继续抄盖 谁的网军在攻击 可疲暗指民进党背后操盘 让绿营发言人反唇相机 国民党本市议员游淑慧加码爆料 明论社宅原先租金设计 一房型和二房型月租金不到两万元 引发争议的三房型 原本也只要两万两千多元 北市府澄清租金差异 事加上公社和附属设施 但原本照顾弱势的社会住宅 租金却可以定价超过四万 真让贫穷限制了想象力 接着陈伟祥 陈金顺台湾报道 天后张惠妹 31号将在台东举办 免费的跨年演唱会 而最近节目流程 还有宣传片也已经曝光了 但是县福考量到疫情 宣布演唱会要采取实名制入场 而且万一之后 疫情变得更加严重了 恐怕也不排除 不开放民众进场 甚至会珍藏取消 天后张惠妹阿妹 31号就要在台东举办免费跨年演唱会 随着时间越来越近 最新的宣传片也曝光 让粉丝们超级期待 不过考量疫情持续发展 县福也决定演唱会将采实名制入场 我们呼吁所有的乡亲所有的好朋友 都上我们的网站来登记 民众想参加演唱会 得先上网登记个人资料 而且只要一人登记 亲友也能一起入场 当天必须配合戴口罩 量体温等等 但万一之后疫情越来越严重 县福也可能改成演唱会照办 但不开放民众进场 甚至整场取消 那演唱会照唱 还是说只放烟火 不开演唱会 然后观众要不进场 保持在多少距离以外 那这个我们会在12月10号 跟12月20号 来做一个公开的宣布 根据节目流声表 演唱会将从当天下午3点开始 阿美则预计会在晚上9点30分登场 一路陪大家到倒数跨年 但能不能搬得成 都还得是疫情变化 至于另外一大亮点跨年烟火秀 县福则说会照常释放 记者刘林祥台东报导